中共無招啦!跨台條件全區備 陷入負循環,中共走上蘇聯崩潰之路 拜登直接點名習近平,看看俄羅斯下場 安培回憶錄揭密,習近平不信共產黨 政權危機爆破,中紀委處分大批反襲內鬼 觀眾朋友們好,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我是李清源 中國經濟下行,外界光應 現在是過去40年來形勢最差的階段 有觀點認為中共為了維護政權,未都可以拋到老後 還有分析指出,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到底是甚麼 世界新聞網的評論文章指出,當局的思維 或者是如果繼續走準市場經濟路線 最後中共必然會失去政權 因此任何犧牲經濟都要維護政權不崩潰 但這種想法必然會與民眾的矛盾越來越大 據悉過去幾十年大陸經濟國起後,中產階層不斷壯大 這群董思考自主意識越來越強的民眾讓中共害怕 而很多大企業加入世界競爭 以全球自由市場經濟規則自主發展 不再像以前那麼聽黨的話逐漸失控 這也是令中共恐懼的事情 所以近幾年對於民營資本的打壓控制比比皆是 文章指出中國要強大就要與世界接軌 中共怕百姓和資本失控 有美感靠軍警為人和科技監控壓制 無法永續 現在中國文字佔開 能獨立思考的人普遍在人內靜觀其變 期待犧牲自由能交換自身經濟利益 一旦期望破滅 爆發的力量將在中共最大的夢魘 近年來對中共了解越多的人 一直猜測到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 有觀點認為現在所有造成中共跨台的條件都已經拒備 任何一個條件都可能成為最後一根稻草 例如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外交因素、政治因素、軍警因素、糧食安全、 銀行金融、養老、教育、醫療、甚至是民生肖事 都可能成為中共跨塔的原因 為什麼呢?因為中共建政以來作惡多端 迫害百姓慶祝難輸、十年民家倒行逆試 三反、五反、互亂折騰 政權的邪惡、若暴露無遺 中共制度、社會早已千瘡百孔 無論從哪個危月破敗詭題都是合乎天意、合乎邏輯的必然 現在中共已經到了隨時找塔掛台的時間節點 至於具體的爆發點 極可能是隨機性的發作 而不是某些人外在敢刻意安排或內部有為的作用 2月9日 中國問題專家石山發布一篇題為 中共陷入負循環很快玩完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表示中共的經濟出現問題 體制的鬆散還走入負循環 他們會爪拳不方、甚至崩潰 針對武漢近日出現上萬名退休老人 因為退休醫療保險的事包圍了市政府 石山強調 中共做任何鎮壓 掀起的運動都會打擊一小絕 但通常不超過百分之五 大部分是通過籠落方法解決 但今次武漢市政府必須讓步 因為今次損害的是200多萬名武漢的退休人員 幾乎涉及所有人的安全感 為了避免反大力量只能退讓 不能夠鎮壓 石山再一步說明 這批常階示威的是近60歲以上經歷過文界的老人 佔中國人口比例20% 這批老人鬥爭精神很往生 中共惹到他們是會吃不了兜著走 而分析這起事件裡的深層原因 可以發現中共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未來可能會繼續發酵 石山說中共靠恐懼這個工具來維持強力統治、控制社會 但現在已經越來越不好用了 因為中共這個鎮壓機器最近出了些問題 在近期發生的很多群體事件中 中共雖然及時處理了第一、第二個做出動作的人 卻沒有弄出很大的恐怖氣氛 始終對八指運動的鎮壓型是被密視下的 不敢做出嚴厲懲罰 還有中共改變清零政策 顯然是對民眾抗議做出讓步 公開的恐怖並沒有出來 各地政府對煙花革命也是一樣 倒震一眼閉一眼 不過石山認為 這並非中共少了暴力之氣 而是恐怖手段並不適用於最近爆發的事件 但這些事卻被中國大部分人造成跟風行動的心理暗示 更重要的是 中共整個專制機器開始鬆動了 石山再一步說明 這是因為中共的經濟出現了問題 特別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出現大問題 影響整個機器的運行 連帶問題包括各級官員的躺平、彈政、惰政 而這樣的現象在中國非常普遍 因為涉及到基本人性 導致中共即使想從政治覺悟的高度去解決 也做不到 石山強調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 本質上都是經濟危機 而習近平又開出集中權力這樣一個完全錯誤的約方 導致危機越來越嚴重 所以中共走入了一個負循環 集中權力、經濟下滑、體制鬆散 接著再做一步抓拳 直到遲大崩潰 而這就是所有共產黨專制倒台的共同原因 前蘇聯如此 中共必然也是如此 在美中關係因間諜氣球而再到惡法之際 2月7日美國總統拜登向國會發表過程之文演說 並六次提到中共 拜登甚至脫稿說出 由哪個國領袖想和習近平温位置給我一個名字 拜登還指出習近平正面臨的龐大問題 包括脆弱的經濟 由於受制於國際貿易 中共在對抗美國有心無力 據法新社報導 拜登認為直至目前在經濟方面 習近平運作得不太好 另外 習近平在對抗西方國家方面 運籌為壓的能力有限 拜登還說很多人都以為 中共會傾盡全力支持俄羅斯 但現在看來中共並沒有這樣做 拜登認為原因是 習近平從西方對俄制裁中看到了教訓 拜登回憶說他去年夏天致練習近平 並勸告習近平敢不是威脅而是觀察 看看俄羅斯的下場 分析自出雖然拜登在言說中六次提到中共 卻表達出對白宮對中 進退為難 目標模糊的矛盾狀況 視頻人江峰認為拜登多次提中共 主要是想說 你們不要繼續說通貨膨脹的問題啦 要看到美國面臨的真正威脅是什麼 我花了那麼多錢就是要將中共打下去 這是最大的貢獻 但矛盾的是既然華傑進全力抗共 間諜氣球事件發生時 最大的敵人都侵犯到頭上來了 但拜登卻說 中美之間要尋求競爭 不要衝突 江峰認為這種矛盾就是中共最想看到的 現在氣球雖然被打了下來 但中共的戰略試探也成功了 假設台海戰爭爆發 是沒有任何安保條約的約束下 嚴格醫療上 被那個還沒有侵犯美國主權的氣球來得嚴重 是這樣美國會及時出兵嗎? 日本中央公論新社8號發表新書 《安培俊三無益錄》 其中收錄了日本前首相 《安培俊三》生前約36小時的受訪內容 內容包括和外國元首的對話 以及身為日本史上最長任期手上的執政避身 尤其讓外界關注的是安培竟然披露 習近平是一位不信共產黨的現實主義者 綜合人會報導 安培在書中說到習近平時 港習在2018年前後的會面期間會脫稿說 相信這樣是習越來越有權威的象徵 而根據習先前的說法 如果他身在美國 應該是不會加入美國的共產黨 反而是會加入民主黨或共和黨 安培認為 習近平並非因為思想信條先加入中國共產黨 而是為了要掌握政治權力才加入共產黨 換句話說安培認為 習近平其實是不相信共產黨所謂的信條 也就是習近平是不相信中共的 只是想得到中共組織的政治權力 在安培眼裡 習近平是強烈的現實主義者 時評人張天亮博士表示 習近平加入共產黨的理由 也只是絕大多數人加入共產黨的原因 他們對這個體制忠誠的唯一原因 是因為這個體制能夠帶給他們好處 帶給他們個人利益 否則的話 他們拋棄這個體制是不會有任何心理負擔的 中共中紀委7日發布查處內鬼的相關資訊 其中包括2022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 對紀檢監察幹部立案2,200多件 懲處2,300多人 外界觀察到2022年受處分的官員中 曾任黑龍江省委長市組副組長的毅斌 被當局指控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罕見地稱 其背離了兩個維護 惡意抵毀黨和國家領導人 評擊反腐敗工作 評論人士石川雲陳澤民說 雖然官方信息無明確說 毅斌如何抵毀國家領導人 及評擊反腐敗工作 但習近平從十八大上台後 就以腐敗之名將大批官員投入監獄 而毅斌的罪名可以說就是反對習近平 石川雲表示 毅斌任職期間可能在黑龍江省委 和中紀委高層游靠山 而習近平連任後 他大批的親信加入了高層 雖然其他派系看似實力食味 但習政權危機四伏 中國問題專家黃他九號表示 習近平上台多年一直在搞反腐 但連反腐時所依靠的中紀委這些人也不可靠 如今中紀委書記換成了習家軍 變成李希 當局正在發出信號 要對中紀委對五可靠性進行引別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你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 請 RPM 請登記 健康 簡訌 啟題 知道 cooling 解釋